外国传媒报道,1992年协助国际大鳄,索罗斯策动沽空英镑而一战成名的军司,2008年金融海啸营大赞预2.6亿美元的著名对冲基金大佬德鲁肯米勒警告,我们的前路恐更颠簸,对中美贸易战并不乐观,而且美国正输调与中国的贸易战及科技冷战,加征关税及封杀美国科技巨企只会让中国占上风。 贸战很好,很容易赢吗?他指出,特朗普于2018年3月2日在其社交媒体Twitter账户留言,说,贸易战很好,很容易赢已过了一年多。他质疑,贸易战很好吗?很容易赢吗?如果很好的话,为何目前市场忧虑经济衰退风险升温?如果很容易赢的话,为何与中国的贸易战会升级?又要搞墨西哥呢?因此,他认为, 这正正反映贸易战不好,也不容易赢。直言不同意特朗普的做法。他说,如果你同我讲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一样那么好? 我死都不会信,我就是不信。如果目前状况持续下去,我看不到美国会赢。特朗普不会撤关税。根据德鲁肯米勒的观察,他认为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关税,并希望一直实施到2020年竞选连任。 因为特朗普觉得关税是胜利方程式,能够争取到摇摆州份的支持,以实现其连任之梦。换言之,这意味着他不太可能与中国达成真正的协议。 事实上,特朗普周一6月10日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已明确表示。 他与中国及其他国家打交道时,没有放弃关税战略。他说,人们没有采用关税。但当你拥有满在金钱的猪仔钱,而且每个人都尝试来取得我们的金钱时,关税就是漂亮的东西。 看看墨西哥,除了特朗普不会轻易放弃关税外。另一个原因让德鲁肯米勒认为,中美贸易战不会轻易圆结是特朗普搞墨西哥。 虽然美墨存在真正的移民问题。但墨西哥与特朗普政府之前,已合作重整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。 然而,特朗普仍然以关税威胁。他说,于我来说,中国领导人及中国的强硬派。 正好获取了特朗普给予的一份非常,非常大的礼物,就是他怎样对待墨西哥。 中国支持科技巨企美则打压。不单止这样,特朗普更向中国发动科技冷战。 德鲁肯米勒认为,中国长远会获胜,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在监管科技巨企的手法截然不同。 他说,就在去年秋天贸易战开始那一刻,他们中国开始放松私营企业。 特别是腾讯和阿里巴巴。同时,他们大力支持华为。 是出尽全力。我们美国呢?我们玩够钢铁。 梅。女。这是我们的未来吗? 我们对领先的科技巨企做过什么,我们将沙塞进此轮。 让他们的生存变得不幸。 举例来说,正受到欧洲的反垄断调查并罚款。 美国司法部也正准备展开反垄断调查。 他说,我不是民族主义者。 但如果我们继续有这样的冲突,继续打压大型科技企业。 前路只会颠播。 记得参加上你睇,每段财经新闻看到尾。 即可click制处分换礼品。 山中括好。 他怎看前景? 他认为。 特朗普发动关税战。 恐以影响到动物本能。 令股市受挫。 所谓动物本能。 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1883年6月5日至1946年4月21日的理论。 就是令人民对创造财富有憧憬。 然后就肯消费。 继而再扩大投资风险资产。 简单说。 政府的行为刺激到民众的消费信心。 根据凯恩斯理论。 推动人类作出经济决策的。 不是理性及知识。 而是由动物本能驱使。 不由自主的行为冲动。 他说。 动物本能是一些你不能衡量的事。 他是基于信心。 目前你会怀疑是否已足够抹杀者本能。 如果你有企业。 并正想建厂或做一些资本开支的行为。 是否会停下来静观其变。 沽清股票。 德鲁肯米勒坦言。 不确定市场会向哪个方向走。 对股市不太牛也不太红。 他说。 在数学上。 关税不是什么具破坏力的事。 但从信心角度。 确实会有破坏。 华为及5G是影响着全球经济增长。 目前受到挑战。 全球供应链也受到破坏。 山隐好。 他透露。 以沽清股票。 并买入大量美债。 目的不是为赚钱。 而是不想在这种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投资。 最快7月减息。 至于联储局减息。 他估计。 由于5月就业数据疲弱。 令当局7月勢要减息。 如果经济疲弱。 联储局将在未来18个月内减息至零。 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处于2.25至2.5厘区间。